華大米煮這些 今天做Pancake 材料方面 第一就是麵粉 這個就是中筋粉 低筋粉也可以 第二盒就是Polish 即是湯種 很水的 不會一撇 很水 稍後會說湯種怎樣做 然後中間有蛋 這個就是牛油 外面的碗就是熱水 放一個小碗 大約35g 牛油 然後 最重要就是這個 Maple syrup 還有一盒珍藏 稍後可以更闊 珍藏版Maple syrup 中筋或低筋麵粉 剛才介紹的麵粉 中筋或低筋麵粉 很少買到 低筋麵粉 通常買中筋麵粉 廚房最重要是 一個磅 有人這樣說 那個人就是 英超鱗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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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定要加這個 這個是 Baking Powder Baking Powder 和Bicarbonate 有少少不同 Baking Powder 就兩樣加在一起 今天 嚴格一點 今天 好成這樣 一把十克的粉 就要大約十克 的Baking Powder 可以加一點 因為我會加 很棒的 就可以了 但是Baking Powder 要加的時候 同一時間 要加少少鹽 加少少鹽 這樣才會發學作用 就會好些 這裏是糖 什麼糖就可以了 喜歡吃甜 就多加一點 然後就把它 篩 大概就可以了 大概就可以了 接著就加糖 糖就適量了 那 吃得蛋 喜歡吃蛋的人 就可以吃蛋了 就適量 一兩隻就可以了 一半蛋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就拿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拆了兩拆之後 這個位置開始 就可以下 牛油了 牛油就是 預先融了那隻 熱水融了那隻 有多少呢 好像只有三十多克 現在是一坨 一點都不知道可以煮到的東西 然後呢 就要加這個 這個叫Polish 即是湯粽 湯粽就是一份麵粉 一份水 另外加很少很少的芋 那就是牛油 那就是牛油一晚 第二晚呢 就將它倒一半 然後呢 再倒一半 一份麵粉 一份水 就不用再倒芋 那就繼續放進去 放在冰箱 放在哪裏都可以了 千萬不要加鹽 千萬不要熱它 那倒多少呢 那就是我等了兩隻蛋 那麼多 兩隻蛋很腐老的 那所以呢 我們要倒少一點 我連奶都不用了 今天 哎 哎 被人拍著 不能用手 那多少呢 負28 即是 多一點都可以的 因為 這個Polish裡面 負38 這個Polish裡面 有一半是水來的 所以呢 其實有液體的 就這樣就死樣了 這個死樣了 這個死樣了 就OK的了 很香的了 是啊 那接著呢 就 有些人喜歡 放奶 就不要放那麼多蛋 那這塊東西呢 基本上就煮得了 不過是鹽 以我經驗呢 就是 吐它半個小時之後呢 它那些Polish裡面的 椰子會 繼續運作 然後呢 就會滑爽一點 我待會再拍過 好 好快脆 好吵啊 好快脆就半個小時了 那你見到這個呢 像漿糊多些 對不對 對了 如果你不喜歡呢 就加一點點拉 不要拍照 這個拉可能過期了 有沒有 哎 真是過期了 真的幾滴 一 茶匙 就是吧 就是這樣 拌一拌它 你見到它開始有少少 質感 這堆東西 時間關係 煎了些 的 煙肉 是 那是 配焦 旁邊的 是 牛油的 我想一般味道是來自牛油 這就是 那是拌骨的鑊 之後調一個細塊 現在是大火 調一個小軟 然後拿東西筆進去 這是普通的食物,不要太嚴格 可以動的,好像船一樣 我都不知道這些算是煎還是煮 因為很多牛油 牛油不怕多,多一點也不要緊 煮到表面開始有泡泡走出來 所以就不要太大火 就這樣就好了 否則底部焦了,麵也未熟 剛才煎了煙肉先,因為鍋可以暖了一點 時間很快過了三分鐘 這樣吧 看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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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錢窄嘛,香港煮得差不多 三分多鐘後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繼續煮 我想都是煮兩三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待會切出來給你看看 很棒 不過最重要是加這個 Maple syrup 加大量牛油 我喜歡加大量牛油 很香 買最貴的牛油不要緊 不捨得多少 好嗎 有人不想鏡,Phillip Sir 這件事最重要是甚麼呢 這個 牛油 這隻是好東西來的 這隻在City Super買 不錯的 挺香的 最香的 不過加這些沒甚麼意思 對吧 還要加這個 這個就是加拿大10元 香港的100萬 那些 阿Sir,看著 嘩 這個 是不是流水 這個 沒得定 我覺得這次也做得不錯 不要拍我 拍個餅 真的有雞味 這隻 沒問題 肯定比麥當勞100倍好 對吧 你買那些甚麼 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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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吃那些 這些 雖然都有八學 這些 這些吃八學 死也值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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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快點棒 剛才用了湯粽 現在重新補充 剛才用了多少 40克左右 大約 大約 你不相信 大概倒些水 大概就可以了 32-32 然後 再開麵粉 嚴格來說 我們會用少少的麥粉 因為麥粉的殼本身是32, 殼本身是有些天然的酵母 用回32, 這麼巧, 完成了, 就完成了 不用再加其他柚子的東西 然後就這樣慢慢攪拌, 初初慢一點, 因為粉會飛出來 然後就可以攪拌快一點 跟著跟我聊聊天 乖呀, 下次幫我做一些好吃的麵包 如果它壞的話, 會用黑色的水走出來 那些是細菌, 一些不適合的細菌 像我現在在上面跟它說話, 隨時飛了細菌進去 明天打開, 如果它有黑色的水就不能用 由頭做過 麵粉算是廚房最便宜的東西, 所以不用擔心 有些人喜歡做好多個 即是同一時間, 做好多個 四五個 兩天才加一次, 麵粉下去 那為什麼呢, 就可以放雪櫃 它會慢慢吐, 多久一點 我就說話, 其實不用攪拌那麼久 攪拌完了, 完成 那就可以了 明天再用 明天再用 明天再用